3 2 1 請見好 哇 新北市樹林區最名利成立了銀髮俱樂部 大家一起來歡度這個大喜的日子 因此社區媽媽帶領大伙做起了五行健康操 成立俱樂部就是邀請大家邀請到社區運動 活動活動筋骨 而且待會還有共餐喔 菜色一字排開 有白斬雞炒高麗菜超澎湃的料理 值得一提的是 是五福獅子會贊助共餐的經費 區長陳其正感激公益團體的支持 今天也有五福的獅子會 他們來贊助相關的經費 來我們讓我們共餐的家 幫我們共餐家在我們感到非常的高興 成立銀髮俱樂部市政府補助了10萬元 里長也購置跑步機 腳底按摩器 以及按摩椅讓長輩可以運動按摩 甚至里長還貼心的購置了象棋和跳棋 長輩可以在這裡玩起桌遊動動腦呢 就是要讓老人動動腦才不會讓腦袋 買東西 要多減走 多減玩 讓他們運動 減減玩這個東西 每個禮拜二跟禮拜四現在就是有老人的俱樂部 然後每個第一個禮拜四跟第三個禮拜四 都是辦老人共餐 有不少民意代表到場參加俱樂部成立典禮 包含了立委蘇巧慧 前立法委員黃志雄 以及新北市議員廖宜坤 前立法委員黃志雄就肯定 銀髮俱樂部的成立 因為其實這樣的點越多 也代表著我們老人家要去做運動 做休閒 做相關的交流 它有更多的據點 而且更好的設備 蘇巧慧立委就指出 陳寧銀髮俱樂部是很好的福利 不過還需要經費才能夠持續 因此會在中央爭取 我想這個方向是正確的 讓大家可以多出來一起運動 再加上共餐 我想是對長輩最好的服務 那這個政策有在中央和地方要一起合作 而新北市議員廖宜坤則表示 市政府會補助基歐團體經費 它將爭取擴大並提供新北市在地食材使用 像我們三峽有綠竹筍或金山的番薯 我們都可以有生產的話都拿來協助 那當然最重要的是說 如果是能在金錢上面的補助 那當然更好 經費上的補助 那所以說他們有說 只要他們評定是優良的 那他們一年會有5000塊的獎勵 鎮銀髮俱樂部成立了 地點就在樹林鎮安社區松鶴會館 里長邀請長輩有空可以來這裡走一走 聊天 休閒 運動 不孤單 還能在一起吃飯呢 如何安排晚年生活 就從參加銀髮俱樂部開始哦 中家新聞 佳銀勳 張玉珂 盧秀珍 新北市樹林區長報導 北市場 也有很多人都會建設 在新北市場 七越市場 临景海鎮